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今天的通辽是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一块辽阔的土地 克尔沁大草原的主体就在这里 遥望当年在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古代东湖族人完成了对马的驯化 最早马的驯化马的使用 那么就奠定了后边各个民族 形成于这个草原的各个民族的一种的文化的奠基和底蕴 一个个草原马背民族 从此跃上历史舞台 朝我们奔腾而来 马蹄飞舰 铁器相机 在两千多年前 克尔沁草原就是古代游牧部落 匈奴族 鲜卑族 契丹族 蒙古族 骑兵军团的摇篮 这些部族都是这样一环套一环的 在克尔沁草原上兴起 发展 壮大的 都是驰骋于草原的骑马民族 这些民族纵横历史几千年 支撑了克尔沁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 克尔沁草原是具有非常灿烂的文化 套成英雄的故乡 在这片草原上 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曾有诸多个民族在这里边称雄 虽然这些有的 这些个民族现在已经消失了 但是他们把灿烂的文化留在这片土地上 直到今天 天苍苍野茫茫的木戈景象 还留存在克尔沁草原水草丰美的地方 今天的克尔沁更是祖国的大梁仓 这是克尔沁大帝古往今来 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 克尔沁是美丽富饶的地方 是中华民族血脉流通 交融的热统 克尔沁草原是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后华原 世代生活在克尔沁的人 是北方诸多游牧民族和蒙古人的后裔 那么这个地区过去是水草丰美的一个地区 环境相当好的地区 它才有更多的人在这生存 有更多的外来的因素 进入就是一种很早期的文化交流的一种形态 古往今来 在克尔沁草原上 诸多游牧部族 纵马飞奔厮杀 剑飞功名 征战中的嘶喊声 如雷霆滚过 惊天动地 从克尔沁草原上奔驰而出 向西向南 进发的强大骑兵 在不断的改朝换代中 充当重要的国际 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 叫得天翻地覆 这些麻痹上的飘汉族群 伴随着马蹄生生 铸就了一个又一个 震撼人心的历史场景 然后 他们又冲出战火硝烟 在历史远方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将深深浅浅的历史 痕迹 星星点点地 绝留在通辽大地上 这是通辽南部的库伦燕长城遗址 从地面高高隆起 它是为抵御东湖人的侵扰而修建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之一 在燕昌城遗址以南 大约二十公里处 还有汕宝营子古城 是稍后的秦汉遗址 战国及秦汉时期 克尔沁草原是东湖人和后裔乌环 鲜卑游牧民族的家园 吴环是东湖的组成部落 男子汉善于骑射 当少年成为青年壮年 一个部落就兴盛起来 全体青壮年男子都是骑兵 由首领指挥 西晋争夺天下 与汉朝军队 其中曾与曹操统帅的军队发生激战 曹操的诗句东林结石已关沧海 就是在和吴环交战后写下的 吴环人的战马斯名声 渐渐沉寂以后 鲜卑人在克尔沁草原上崛起 鲜卑骑兵很快抢纳起来 西晋南下进军中原 中国历史上的北魏王朝 是鲜卑人建立的 他们在中原大地上留下的 大同云岗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 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不朽贡献 鲜卑族追溯它的历史 应当是就在我们克尔庆地区 这支民族在整个通辽地区 也留有大量的遗物遗存 鲜卑人远征的草原骑兵军团 不再回来 他们融入了中原地区的农耕生活 逐渐围离 称为汉族人群的一部分 这支民族呢 之所以能融化到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去 这支民族说明 他们也热爱学习 也是能够接受 新的先进的一些东西 包括先进的文化 先进的生产力 也有一些鲜卑人 永远留在克尔庆 在今天通辽市 科佐中旗六家子村 发现的鲜卑贵族墓 是了解通辽鲜卑史的 一把钥匙 科尔庆草原上的 鲜卑骑兵军团 远远地走了 契丹人又成为 科尔庆草原的主军 在通辽 已发现许多重要的 契丹遗迹和墓葬 汇总起来 约有两千多处 在通辽大地上 像繁星一样闪烁 通过史书记载 和对通辽地域 契丹遗址的考察 我们已经可以 大致描绘出 科尔庆草原 和祖国中原地区的 政治兴衰 民族交融 怎样演化成一幅 绚丽的画卷 这幅画卷 从远古到今天 色彩不断丰富 风景越行越美 大约一千多年前的通辽 是科尔庆草原 水草最为丰美 气候最为温润的时期 西拉木轮河水流充沛 自东向西 躺过科尔庆草原 捕育了远方的森林 进处的草原 捕育了草原上的 马群和牛羊 还有勤劳飘悍的牧人 科尔庆草原 草原上牧人的后代 繁衍生长 又是一轮 从摇篮到少年 再到青年的轮回 部落再度兴盛了 牛羊肥壮 骏马成群 这个民族 立即越马飞奔 进入历史文台 他们就是契丹族 契丹民族 为什么叫契丹呢 就是当时认为是契丹 就是宾铁的意思 以一种坚强的意志 来命名这个民族的名字 足以证明那个时候 这个契丹民族 有着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科尔庆草原上 契丹贤民 生长繁衍的传说 代代相传 当时认为是 一个骑青牛 一个骑白马的 两个一男一女 在土河一带相遇了 然后结为夫妻 繁衍了这个民族的后代 他们被称为契丹的始祖 他们的八个儿子 分领八个部落 契丹领袖耶律阿宝基 就是这八个部落中 最出色的首领 公元916年 耶律阿宝基统一个部落 并在这个古称龙化州的地方 也就是今天 通辽奈曼奇平安乡一带 建立国家政权 登基称天皇帝 国号契丹 通辽的克尔庆草原 是契丹的发祥地 克尔庆草原上的牧人 是耶律阿宝基 骑兵军团的主要兵员 他们在草原上长大 以牛羊和奶制品为食 身材高大 屡立强劲 上马驰骋 引弓射箭 抽刀冲杀 克尔庆骑兵 强悍的冲杀力量 在冷兵器时代 无坚不摧 所向披靡 在通辽地区发现这两种文化的牧藏牙一致也好 它往往就伴随着中原的青铜短剑 中原的剑 中原的隔 中原的脊 那么这种兵器的 大量的在同一地区出现是怎么来的 我想不是换来的 还是打出来的 契丹骑兵军团在耶律阿宝基麾下集结时 正值唐代末年中原战乱 耶律阿宝基指挥一对对的契丹骑兵 从克尔沁草原奔驰而出 南下征战 开拓江土 契丹骑兵 所向无敌 有大量俘获 许多汉族人为了逃避战乱 也来到了克尔沁草原 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 促进了克尔沁 农牧业的发展 我现在一直把战争 早期的战争比一种文化交流 战争固然残酷 是要死人的 是要打仗的 但是战争以后的掠夺的东西 或者两个不同的民族所的接触 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拿回来我用 那把别的文化带进来了 早期也是这样 它通过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 奠定了这个地区的文化迹运和文化因素 就是我们说的 草原化的一部分 在这个时期 克尔沁的游牧经济和文化 达到了鼎盛 有了成群的巨马 克尔沁骑兵军团 一个接一个组成 一对对冲向西方 冲向中原 短短三十年间 契丹的疆域 东到日本海 西至阿尔泰山 北底 尔古纳河 大兴安岭 南临 河北南部的白沟河 公元九四七年 耶律阿宝基的儿子 即辽太宗 耶律德光 率军南下中原 攻灭后进 改国号为辽 统治这个国家的民族称 契丹 辽的疆域 比同时建立的宋朝疆域 还要大 在当时 中亚 西亚 与东欧国家 都把辽 看作中国的代表称为 征战四方 烽火冲天 科尔沁草原 是契丹骑兵的摇篮 和宁静的后花园 是辽国的龙兴之地 契丹骑兵奔走得再远 部落首领们 也要落叶归根 今天的通辽 留下了许多辽带 也就是契丹遗址 墓葬 还有城堡的废墟 及残存的石刻 都从不同侧面 记述了曾经的 契丹文化辉煌 那么从现在我们看到 出土的 大批的 辽带贵族的墓葬 还都是基本出土域 克尔沁地区 像相当著名的 辽带陈国古种墓葬 辽带的 托尔吉山的墓葬 这都是在 国内考古 和国际考古学当中 占的氛围很重 契丹的统治繁华 持续了两百多年 被同样崛起在 东北森林和草原上的 金朝取代 金朝的女真族骑兵 突入克尔沁草原 大规模毁灭 敌手的辽带文化 作为文化 报应 如今 只见一条金介豪 静静地躺在通辽 北部 其他的金带遗迹 很少 金介豪在通辽境内 有两段 近两百公里 是金王朝 为防御蒙古骑兵 进攻而修筑的 就地挖土成豪 宽约两到四米 豪沟南筑墙 但是 这条耗费巨大的防线 最终还是无法抵御 蒙古铁骑 疾风暴雨般的进攻 今天 站在扎鲁特齐 浩布勒图嘎茶的山坡上 还会看到金介豪的遗迹 像一条长龙 随山脉起伏 在微风碧草中 时隐时现 最后 消失在远方的白云之中 金介豪遗址是国务院公布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是通辽的又一颗文化民主 金朝女真族统治不过百年 蒙古骑兵大军挥师到来 克尔沁进入蒙元时代 再到清朝 从此形成比较稳固的蒙古民族共同体 千变万变 朝代在变 民族在变 但是他的文化 大的文化 麻的文化没有变 都是欺骂民族大天下 欺骂民族来保卫天下 欺骂民族来养这个天下 所以整个的宗旨来看 麻被文化 勇武民族在这个地区的生命里 是最旺盛的 克尔沁的文化是英雄的文化 所以说 为什么 克尔沁出现这么多的英雄 为什么会有这么厚重的文化 我觉得它是一脉相传的 就是这片土地 这样的文化 滋养了这些英雄 英雄气概 所以说 叫英雄的民族 英雄的文化 英雄的土地 克尔沁乃当之会 今天 通辽大地上的蒙古族文化遗产 灿如新的 今天的通辽 聚集着152万蒙古族同胞 是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方 占全国蒙古族总人数 约四分之一 克尔沁草原 补育的蒙古族人民 及马背民族文化之大成 和中华各民族相互交融 草原文化 灿烂灰 今天的通辽 有辽阔起伏的草原木野 依望着草原的 是一望无际的平展荣田 成为中国以盛产玉米 铸城的地方 今天的通辽 仍然是良居宝马的产地 通辽的赛马骑手 不管走到哪里 都要登上高高的灵江台 美丽的蒙古族姑娘 以阿奴的武姿 将克尔沁草原 典化成安代武的故乡 草原上蒙古族牧人的后代 仍然制作雕花的马鞍 强劲的弓箭 屡历过人的蒙古族小伙子 还是摔跤的好手 飘悍而豪迈 克尔沁草原上 世代相传的乌利戈尔 还是那样苍凉 悠长 辽阔的克尔庆草原和沙地 丝丝扣扣 传透出历史传承的力量 这里有草原 这里有田园 这里有森林 这里有奔流不息的河流 还有那直到天边的金黄色墨叶 来到这里 你会触摸到 克尔沁草原的灵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